我一直認為說跟藝人交往 是不是就是要很秘密啊 低調啊 什麼周圍的人都不能讓他知道 我的預期是這樣 他第二天跟我講說 馬上告訴所有的朋友 那我就覺得說 那他真的有正視 我們的關係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 有為了這樣的事情 甚至有一個衝突吵架 那我覺得吵架不是不能吵 吵架就是溝通 後來我也意識到一件事情 我反觀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每一次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牧師也教育我們說 先看自己有什麼問題 不要一直老看對方的問題 因為你的問題一定是 你有什麼東西是不是要改變的 那我發現就是說 我覺得應對跟應付呢 是兩件事情 以前我老婆 我們生活中的事情的時候 我是應對她 我是要應對她 可是我現在有點應付她 那應付不是刻意的 是習以為常 你們兩個當初算是閃婚 其實小米是 新貴的遊戲公司 微術科技的董事長 很厲害 去年營收多少 十幾億 十幾億 這個有少報嗎 兩個人怎麼 當初怎麼洩購 怎麼認識的 這我講你講 你講 就是我 我當時因為拍了一個電影 那我朋友投資一個電影 就找我去拍 那個電影叫角頭 哇 很出名啊 對 我是角頭第一集啦 第二集成績更好 那現在他們在籌備後面 那我拍電影的時候 我就單純就是演員嘛 對 那演員的過程當中 我聽到 我們演員最多的時間 就是等待 對 就導演一喊咖 這場沒有你的戲 你就在旁邊等 因為可能下兩場有你的 那在劇組中間就無聊 大家可能就聊天啊 結果就看到 有一次呢 是我們有一個場景 在一個酒店 因為是演黑社會電影 所以難免會有那樣的環境 結果導演真的去 製片找了一個真實的酒店 然後呢 大包廂 圍進去的時候 哇 全部都是音音音 漂亮的女生 我很難形容了 然後就乳波臀浪 就坐了一排這樣圍在一面 為什麼要這樣 又要演戲啊 還有實景 OK 實景 實景 酒店沒有任何名 那就是牛郎店 然後我就進去啊 結果呢 有兩個女生 穿著脂粉餵濕 就是很服塑的 兩個女生背著背包 就從那個大包廂的門口 一打開門一進來 你知道那場景太 太超突 反差太大 就是麻辣鍋裡面 來的青州小菜 本來都是一排 乳波臀浪 怎麼來兩個穿牛仔褲T恤 我不知道 這兩個是誰啊 哇 特別了錯 對 但是我還在講話 然後我就沒有理他們 當然有注意到 我就一路目送他們坐下來 然後心裡想說 他們是不是走錯包廂了 後來就聽到他們在聊天 聊要設計一個手機遊戲 跟我們電影是一樣的 同名手遊 然後呢 再找字型 我這比較雞婆 那我希望所有工作團隊當中 都可以有更好的資訊 那我剛好出外景 去了一趟金門的那個拍攝 那金門有一種叫金合力鋼刀 就是用砲彈的碎片做鋼刀 那那個金合力鋼刀是用日本的一刀流 他那個字體是啪啪啪啪 我說欸 你們要找字型對不對 角頭這兩個字字型 非常適合這個 我就手機google 說你看那個金合力鋼刀怎樣怎樣 就跟他們講這個事情 然後後來講完之後呢 每一次在劇組都遇到他們 這兩個女生 就他跟他妹妹 我那時候不認識他們 我就說他們是做手遊公司的 那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見面 聽說你們還沒有交往之前 緣分這麼奇妙 全家人 小米全家人你都見到了 對 那我剛剛講 就後來 怎麼會你特別安排 有心機 沒有 如果我能夠安排的話 那真的大家來找我安排 就是因為我們拍攝電影 三個月的時間 我後來常常在劇組看到他們 因為他們要來盯場 就要來看演員跟發展 他們要跟他們手遊結合 劇情的走向 然後我就常常跟他們聊天 後來就知道 他們是手遊公司 我確定 但並不知道他的身分是 主管還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 然後呢 有一次就加 我們要去宜蘭拍戲 那要併車 那我說你們通通不要開車 坐我的車 又不要那麼 因為要上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雪碎 雪碎的 對 我說通通坐我的車 然後後來就 為了要坐我的車 我們就留微信 約在哪一天 哪幾點鐘約 就有大家的微信 有一個群組 然後有一次我就看到他 在他的這個朋友圈當中說 他很緊張 發了一個非常 那個字看起來就說 欸 有大事 我就直接問他說 欸 你怎麼了 你還好嗎 他說沒有沒有 我妹妹要生孩子 我說 你妹妹生孩子 又不是你生孩子 你到底為什麼要那麼緊張 他說妹妹 你不知道那是我妹 那是我唯一的妹妹 我很緊張 然後我說你在哪裡啊 我說我在長庚醫院 我說欸 我剛好在附近 因為我是 我在民生社區嘛 哇 真的很近 我在 他沒有在找到 對啊 我回家看我媽 然後我說欸 我在附近 不然我繞過來看看你 跟你妹妹 因為她妹妹我也認識啊 常常在劇組見到 我說我來看看你們 然後就過去的時候 她妹妹不知道為什麼 一看到我的時候就 就不生了 蛤 本來已經要生了 蛤 蛤 笑到有這種東西啊 姐夫來了要先寒暄一下 對 就不生了 然後醫生講說 欸 他們現在沒有要生喔 那怎麼辦呢 我就欸 尷尬了 因為一群 這一群的人 哇塞 在這個床旁邊這樣等 他們沒有要送餐幫 嗯 我一看 哎呦 那我就說尷尬 我說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要不要到樓下吃個飯 讓他們夫妻休息一下 然後我說 我知道附近有一個火鍋店 酸菜白肉鍋我們去吃 然後我們就下去吃 然後就是這樣熱殺所有家人 好有緣分喔 你們那時候很熟嗎 呃 有 因為有微信 有比較像是運動的朋友 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moment 你今天全家人 你在現場參與 所以她會來 所有人全部嚇到 會覺得你跟她這麼熟 就是我有點多管閒事 就是因為 我說我就在附近 我讓我過來看一看 有心人會變有情人多好 然後呢 那天就跟她家人吃飯 然後我就 就觀察 她爸爸啦 也弟弟啦 什麼都在 然後 她爸爸就跟我很有的聊 就說 你的 那個 那個世界的一定啊 講說我節目怎樣 她看了哪一集怎樣 我就聊天聊天 聊得很開心 然後吃飯 然後大家很好吃 然後我就 因為我有 我爸爸教我的習慣 我想說跟大家吃飯 我就去把單給買 我就說把單買 然後買完單之後呢 她爸爸要去結帳之後 你怎麼把單買 我說 沒關係啦 你們家有喜事 我就順便 就請你們吃個飯這樣 她爸爸就做了一個球給我 就說 欸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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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次換我請客 哇 我請你 啊 你要來喔 我說好 然後呢 已經砍得滿意了 對 啊 跟一個禮拜之後 她弟弟來 然後跟我講說 欸 馬哥 不好意思 那個我 我爸爸講說 那個喔 要請你來家裡吃飯 哇 我們住三峽 你可不可以 跟我姐 他們一起來 嗯 然後我就說 喔 好啊 好啊 其實那個時候呢 我自己覺得啦 對 你說沒有一個想法是騙人的 我自己覺得說 不然就去看看 看看到底能 多能相處 嗯 結果去的時候呢 我就帶酒啊 什麼 我想說啊 以前都要考驗一下 我們的酒量 男生喝了酒 怕說錯話 我那天超ㄍ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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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ㄤ 那這種漫畫般的情節 你什麼時候發現 他其實是 出資的老闆 有一次尾牙 是他們的公司妹妹有跟我講說 問我說哪一天有沒有空要主持尾牙 我說你們公司尾牙 他說OK 好啊 然後我就主持尾牙 然後到了現場去之後呢 我在後台要Re稿 然後等到之後 大家見到說 今天晚上我們的尾牙主持人小馬 然後我一出來的時候 一看到我就昏倒 因為他就在主桌的正中央 然後我就說OK 那時候你都還不曉得 其實我真的不清楚 那你本來以為他是什麼角色 我認為他就是一個主管 部門主管 部門主管 行銷之類的 對 行銷 部門主管跟董事長是有差很多的 然後呢我就看他出來 然後呢 那天就安排就是我主持完之後 有他們公司的團康的人會上來接棒 那後來下來做的時候我就做 我是做對面嗎 沒有 他也做主桌 我也是就安排我做主桌這樣 因為我是主持人嘛 對 有禮遇這樣 然後後來就說 原來你這麼厲害喔 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這樣 你是不是都還沒有交往嗎 那時候還沒 我覺得我印象回想起來是沒有交往 但是我們有互動 就是我們在劇組真的會聊天 已經曖昧了 微信會聊天 而且我也去過他家吃飯嘛 那我覺得一切都很正常 到後來我就跟他聊天 我才知道原來他白手起家 這一點事情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 但你發現他竟然是董事長那一刻 你有心想有沒有點怕怕的有點縮回去 有 有 我有怕怕 真的會害怕 而且突然間覺得 之前是不是對他太失禁了 不會 我對女生 其實男生女生我都還滿有禮貌尊重 我不會因為這樣 但是就突然間有一點 壓力 對 有點壓力 哇 因為他公司人很多 對 我很怕被臭 然後呢 我就覺得說 哇 這個 原來他是一個CEO 是一個老闆 那我曾經也經歷過經營生意或什麼 我知道不容易 而且要帶這麼多的人 又是一個這麼夯的一個手遊業 我相信他能力很好 但是後來為什麼我慢慢開始覺得說 還好卸下我的那個壓力 是因為我跟他聊天 我說你做這個公司 你是怎麼樣做的 他就跟我講說 他小時候愛玩電動玩具 從手遊的客服 不是手遊 遊戲 遊戲業客服 那時候還是 基層的開始 PC的時候 端遊的時候 他從基層做起 我就說 你從基層做起 開始從客服做到怎麼樣怎樣 我就覺得這一點 我找到共通的語言 因為我不敢說我很有成就 但是我也是從基層做起 我不希望說我今天認識到一個人 他除了是CEO之外 他可能是二代 三代 或是什麼富家公主 富家公主之後 我覺得 因為我又是媒體人 我覺得壓力更大 那個帽子一戴下來 我不知道要到地下幾層去 所以我很怕 但是聽到他是白手起家 我說 這個我有共通語言 因為我知道你經歷的東西 我也經歷過 你能夠承受的東西 我也接受過 所以我就更有的話聊 我覺得 我就欣賞他的成就 因為他不是承接者 他是創造者 那小米呢 當時你有想過嗎 你覺得他的藝人的身份 會不會對你是一個 交往時候的壓力 剛開始會啊 因為一開始 我其實我不是 我是不婚主義的人 你不婚主義喔 我跟我爸講說 我不要結婚 我也不要生小孩 那你要孫子 我妹已經生了 就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創業嘛 剛開始創業 其實要很多很多時間 在工作上 那我就覺得說 這可能也會分心 然後再加上 我覺得談戀愛是一個賭注 那時候還沒想到婚姻這麼多 我就連談戀愛 我都不想談戀愛 是喔 對 我就覺得 我就是這樣子就好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我的狀態很好 我也不要情緒被別人左右 我也不要為了 某一個人去做什麼事情 我全部就為了我自己 就好 一切很好在你掌控當中 工作這麼順利 對 然後當時成績確實也很好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 我想要的人生 那當然我沒有想說要交往 進一步交往還是什麼 後來我發現就是 其實有人陪也還不錯 那如果說真的 你要開放這一個事情的話 我覺得這個人是一個不錯的人 因為他還滿坦白的 然後又很透明 然後他什麼事情 他也不會跟你講場面話的那種 其實某個程度講 他有時候講話會很直喔 有點傷人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他是 就是不會來哄你 那有時候 反面講就是他其實比較 有時候他就是會比較硬 就是結婚以後你會發現 這個人怎麼這麼硬 可是其實結婚前看 我覺得這是優點 對 就讓你很踏實 對 女生就是想要一個安全感 對 那他講了哪一句話 或哪一件事情 你覺得是最關鍵的 那你覺得好 我不想戀愛 我不想結婚 就是他了 就嫁給他 就是他 嗯 好好講喔 哈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 沒有 其實我覺得 他確認關係這一點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有一個 第二天就打算嫁了啦 沒有 我那時候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 因為我們已經先講好說 那我們就是交往嘛 那我一直認為說跟一人交往 是不是就是要很秘密啊 低調啊 什麼周圍的人都不能讓他知道 我的預期是這樣 可是他第二天跟我講說 馬上告訴所有的朋友 那我就覺得說 那他真的有正視 我們的關係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那時候他還是會 再出外景主持 外景節目 那 大概一個禮拜會出去住兩天 一到兩天 然後他可能就是 以前如果說在台中 他跟那個工作人員就住在台中 可是 後來他就會回台北 然後譬如說跟我吃飯 或是接我下班之類的 然後隔天早上 然後再坐大概五點的車又去 那我就覺得是真的很用心 很認真把他擺第一位 H這樣懂了嗎 要怎麼修正 他沒辦法到五點的車 他也在尋覓一個愛情跟婚姻啊 他這樣做真的我做不太到 你做不到 他五點沒辦法 我覺得體力上 而且他出外景 我覺得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的他把你擺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他才願意這樣做 而且我們到了一定的年紀 我跟我太太的相處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太太她比較沒有安全感 她的事業是她安全感的來源 因為她能夠 Handle 但是在額外的事情 她不一定能Handle 她就有極度的沒有安全感 那當我察覺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說 我說你跟我交往 第一個你放心 我除了公開之外 我所有的密碼你都會有 所有密碼 我所有的帳號 期觀卡的一些 對對對 我說我所有的臉書 因為我知道以前我經歷過那種 什麼社交軟件 社交網路裡面的網友 什麼 我說NONONO 通通不要來靠近我 對 我會讓我太太說 你就是管理員之一 你就是我的 那Email帳號這些密碼 都給他 我都給他 因為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這些人來 造成什麼試探誘惑 如果有你也都看到了 我就是拒絕 就是OUT 我不要讓我自己 陷入一種狀況裡面 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講 是一種保護 我覺得是神給我說 你要這麼做 你這樣子女生真的會安心 真的是透明了 因為我覺得透明了 手機可以看嗎 都可以 我隨時讓你看 而且她看 H表情一直在變化 就是要這樣做 那我非常認同 因為我這樣男生 我不是說 可是對很多男生類的 這個很難 我對不起 這是我個人的行為 我不是說每個人得這麼做 因為每個人都要互相尊重 可是我就說 我不想要留一個餘地 讓我陷入試探誘惑的可能 因為那個東西 它就是會 有時候人家就來了 勾你一下 試探你一下 或是怎麼樣 那我幹嘛 我為什麼要被那個人 一直去攪擾我 我就說 不要 我老婆來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 然後我越公開 我越把他帶到我朋友圈 我越讓他早一點 進入我的生活圈裡面 其實對我來講 我所有朋友都在幫助我 hold住這個關係 其實這是互相的 所以為什麼人家講說 男女朋友交往的時候 會帶朋友一起出去玩 無非目的就是讓大家去 進入到那個 那個社交環境裡面 所以那個關係越緊密的話 我們兩個吵架 還有人跳出來做 和事勞 做你不要這樣 或互相勸對方 我們就會得到安慰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生活圈 是我經營的很好的 我有自己的小組 對 所以我覺得很棒 他可以得到他的愛 是因為他真心夠愛他 就是真的 我有好奇的地方是 小米之前的感情 今天是不是 其實應該不多 對不對 對 也不會算蠻少的 也不會算蠻少的 那意思是也蠻少的 腹部得正好不好 腹部得正 你看我老婆多可愛 她連講這句話都叫 也不會算蠻少的 很進去 但是跟很多是不一樣的 也要注意囉 也是有報導講說 女生講這個都是會掃包 都會掃包 懂了 意思是不亡多讓 但是OK啦 因為他就是 漂漂亮的一個女生 所以他才知道 這一次要不能隱藏 對不對 沒有我本來以為是說 是一個情場老手 已經體驗過人生的 老司機是不是 對老司機遇到一個 就是沒有什麼經驗 結果後來發現 是兩個老司機 那個人 所以你能夠拿真心來出來啊 但兩個都已經領悟人生的真諦 所以在一起 我覺得是很好的啊 結果是非常好的 就是沒有 不好的經驗比較多 不好的經驗比較多 沒有像他這麼有公開 受傷啊 什麼這種 誰沒有受傷 我也受傷啊 所以你看到他就知道說 這個真的不一樣 跟他真的做到很多男生 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像這種什麼密碼啊 然後什麼簡訊都公開 律師最知道嗎 對 那個通常是來 簽外遇切結書的時候 我們才會約定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其實還沒結婚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他的錢 全部讓我把他管了 他根本說話是他這一生的好不好 是他讀很大 大概是教養三個月吧 沒有 因為我聽過我一個朋友這樣講 我就面臨那個女生賺比較多 男生賺比較少的一個困難 對 然後後來我朋友跟我聊了一下子 我發覺你講的非常有道理 他說 我跟你講 他說如果一個夫妻沒有辦法同心的話 在那邊分你的我的 也沒有辦法進入家庭 我的牧師也是這樣跟我講 他說你不要分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你們昨天找一個 最會管理財務的人去理財 那我發覺我不是會 我很浪漫的一個人 我從頭到尾讓我白手去算起家 我有自己房子 有自己車子 我過得其實也OK 可是我太太比我會理財 那我為什麼不把他 這個事情交給他 然後我就繞得很輕鬆說 太太我所有東西都給你 你管 但是呢 他也不會讓我每個月沒有生活費 我說生活費是什麼 男人出去口袋怎麼可能沒錢 我總是有錢 我很有安全感 可是我不用去算說 這個要報什麼稅 那個要繳什麼錢 以前都我自己去處理 然後麻煩我的家人 麻煩我的助理 現在我太太的 全部承攬了這個事情 我更放心 我說太好了 我說你這個事情 可是她是因為沒結婚 她就把錢先給了 這個你很感動 對 她可能自己忘記 但是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很感動的點 這個點真的會打到 因為不是絕對金額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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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少她很多 但是比例上你是全部給她了 所以對女生來講 其實這個是很有用的 是 所以女生真的比男生多 男生就是要把你真的給她就好 先輸成啊 沒有 這也是一種投資 就是小馬 也是一種投資 把她的身家壓在這個人身上 他身材壓 他身材壓 那是話題 好像我壓對了 我壓對了 我壓對了 你賣給你這麼大的公司 然後跟著一起成長 現在兩個合夥變家庭的公司 賺更多喔 賺更多 你管這樣發現 她繳咖啡的方式很奇怪 對 因為她那時候 一剛開始錢還沒 我幫她管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 她繳咖啡的方式是 譬如說她認為 因為她長期 她長期就是出外景 賬單也沒在收 那從來沒看過她拿著賬單 然後就是要繳咖啡 然後她就覺得她自己 這個月應該是刷了15萬 她就 她現在身上有錢 譬如說月初 她就先繳15萬進去 她也不管 還款日 繳款日什麼時候 可能是預繳 可是有時候可能會少繳 有時候多繳 可是她把它變成一個銀行的概念 就是她有錢就存進去 她有錢就存進去 然後大概是多少就存進去 那我覺得 有人這樣在繳卡貝的 我們看到多少就繳多少 對的確是非常創新的理財 不是 我有時候銀行寄來賬單 它上面是寫付什麼什麼 我會說 我怎麼會去銀行寄 她說沒有沒有 妳藝繳 對啊 妳藝繳 我多少時候 我說我還有藝繳這種習慣 她真的是 因為她結帳日 跟這個算的日期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這方面 我過了那麼多年也蠻特別 然後我 一點成長都沒有 看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對 聽說結婚之後 你還是覺得有點失落 為什麼 尤其生小孩以後 生小孩以後 因為我們小孩現在一歲 最可愛的時候 對 但是你會覺得夫妻之間 就是因為像譬如說睡覺 中間就多一個小孩 那有時候會覺得她很可愛 但是大部分覺得她很可愛 可是有時候想 就是兩個人之間 是不是獨處的機會變少了 或是說話題 你看就是有一段時間 她又很喜歡這些東西 然後 那我們的話題其實 喜好那時候沒有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容易就是 聊天的話題變少了嗎 因為時間變少了 那當然因為我也很忙 那以前我們 我們現在唯一 那一段時間啦 就是我覺得 當然她可能當時 並不是這麼覺得 就是我覺得比較 沒什麼共同話題的事情 就唯一的話題就是信仰 就是我們就 我會很刻意的聊信仰 那我們就會聚焦 聚焦在一起 那我覺得非常感謝主 有這個信仰 可是其他的東西 好像就是沒有對焦在一起 那你自己感受上 覺得她哪裡改變最多 其實她也 因為她其實我覺得 她也不是改變 因為她後來跟我講 她說 我們是要相處一輩子 她說怎麼可能 一輩子我們都是 好啦我們現在就是 對很多事情都很熱絡 然後一直聊天 然後不可能 她也要有一個 最輕鬆的方式 然後很easy的 在跟你度過每一天嘛 對啊 那所以說其實 我們兩個認知 當時沒有在一起 那我覺得她講 其實也蠻有道理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就是一直要 撐在那裡 然後一直保持著熱情 然後對 就是要很有話題 然後很有互動什麼 那怎麼可能 我覺得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 有為了這樣的事情 甚至有一個衝突吵架 那我覺得吵架 不是不能吵 吵架就是溝通 後來我也意識到一件事情 我反觀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每一次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牧師也教育我們說 先看自己有什麼問題 不要一直老看對方的問題 因為你的問題一定是 你有什麼東西 是不是要改變的 那我發現就是說 我覺得應對跟應付 是兩件事情 以前我老婆 我們生活作為的時候 我是應對她 我是要應對她 可是我現在有點應付她 那應付不是刻意的 是習以為常 我就會有很多心思 不再真的應對她 我變得不小心在應付她 無心之間就是說 好 我跟妳講 好 希望人家去接妳 好 OK 好 然後其實我腦袋裡面已經在 但女人非常重感覺 比較敏感 女人希望 你至少一個禮拜 有一天兩天 你進下來就專程盯著我 跟我聊聊天 講講話 帶我去聊話題 也不見得要那麼的 不用這樣 不需要 你直發 我覺得叫精心食物 一個包也行 真的 包四百病 對 我覺得上海水煎包 就是 就是說我後來發卷 真的 我昨天晚上 我還自己為了這個事情 就是說 自己有檢討了一下 我說 原來我所謂的一輩子 雖然是流於生活 但不要變成應付 就像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信 我們有時候禱告 有時候禱告 並有發自於心 很流 好像流於形式 你根本沒有用心 那對方也可以感受到 你沒有在用心 我就發覺 原來我老婆需要是這個 然後我就說 那太太 今天晚上你有空嗎 我們今天晚上 不要安排任何事情 我們去看個電影吧 她就很高興 她就覺得 我把所有 我喜歡的事物都放下來 我所有 我日常生活 我習以為常的應付 我都放下來 我去應對她 你的需求 我就讓我們去看電影 其實也沒幹嘛 也沒有多說兩句話 可是那個行為跟安排 或者說吃東西 今天吃什麼 我們就 然後爆米花一定要怎樣 我們就有一個 很輕鬆的 有滿大的調整 最近 最近 然後我就 陪伴我太太跟孩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 手機不要來煩我 我就想辦法把手機 蓋起來 OK 我就好好的跟你相處 可能15分鐘而已 可能20分鐘而已 但她會知道 我有專注在 所以現在第二階段 應對應付 現在又回到應對 對 他如果這樣區分的話 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要檢查 不然的話 你就會覺得 我做得很好 我沒有出去外面亂搞 我也沒有幹嘛 我也沒有不然睡覺 我做得很好 我也工作 也錢交給你 然後人家就會 在那個迷思當中 我做的時候 你怎麼還挑剔我 很多男生都這樣想 後來發現 Come on 你做得很不好 因為人家沒有感受到 你的心嘛 我就是太熱衷在這些東西上面 這是什麼 這是我的興趣 因為我是老來潮 這是潮流 當代的潮流東西 長得很像芝麻街 他以前 對 芝麻街那叫什麼 就芝麻街的一些人物 然後那 他是真的後來 也跟芝麻街有聯名 聯手合作 那這個藝術家叫Kaos 然後前面的這個熊呢 是錦絲農業 他是一個日本人設計的 一個叫Bear Brick 我們認為小時候玩具是拿來玩 玩一玩會壞 可是現在大人世界的玩具 不是拿來玩 這小孩子玩不起吧 碰都不能碰 對啊 所以我們家 有小孩子常常在我們家出現 我說 不能碰 一塊的話 我就真的會生氣 其實那個時候買的話 不會那麼貴 那個時候買的話 三隻搞不好 可能一兩萬以內 三隻就解決掉 現在這三隻要12萬 哇 比股票還會漲十倍 對 因為他就是那個年份 他剛才教你這個 對啊 那個年份 我老公就會說 這誰要買 沒有人要買 你就給他看 真的有價錢啊 有房錢啊 他是一個 塑膠的 但是這個東西也不要亂碰 你要買有話語權的人 就是說全世界都知道 對 這個事情可以查得到的 不然你買一個說 我這個藝術家 我好喜歡他 可是他沒有話語權 你投資他的話 那你就要賭注很大 不能估防自殺 對對對 那最近我就慢慢發覺 就是我會把這個時間呢 再放少一點 要不然以前他跟我聊 我就欸 我跟你講你看這隻 他剛剛已經很明確告訴大家 他沒什麼興趣 哈哈哈哈 我有時候跟他講說 譬如說我今天覺得很累 最近壓力很大 他說喔好 我幫你禱告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 哈哈哈哈 能應付階段 對 應付階段 真的是不自覺 然後對這個 應對對這個 都應付 聽到我講 我很累了 對 所以我自己 我承認我錯 太太 sorry 就我承認我錯 還好我醒來 我說啊 對喔 我怎麼會 好像就一直應付他 對 你們還有一點很棒 你會say sorry 聽說小米 你婚前不會 現在也會 我現在 會 會 對 就是 講了一會 對 沒辦法馬上 對 但是我還是會 什麼樣的情況讓你改變 你本來都不說道歉 不是 因為我其實 我 不是我不說道歉 是我不覺得自己有錯 喔 對 這更難 我覺得這是 這是跟你的問題啊 為什麼要我道歉 我沒錯幹嘛道歉 對啊 那以前其實都是這樣 包括對 反正跟任何人的爭吵 包括對我阿嬤 因為阿嬤帶大嘛 然後阿嬤說我怎樣 我也不覺得我有錯 為什麼要道歉 然後包括後來進入到婚姻 那他有時候會說 我覺得我很受傷 我只需要你 跟我說一句對不起 我會講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承受一些就是說 可能在情緒之下 得到一些傷害 我認為都是情緒 其實我可以躍步 可是你知道累積久的時候 我只是希望說 你可不可以 對我說一句 收 讓我好過一點 我就放下所有東西 但是我覺得 現在我還是很難開口說 對不起啦 什麼 我會覺得很奇怪 但我可能會打字給他 對不起 是我不對 對 或者說 他可能就會出去要訂個 訂個 不是出去 在家訂個飲料 他會明明在很冷 氣氛很低嘛 他突然就會走過來 想說你也要喝什麼 我覺得那個台階放下 你就趕快接嘛 就表示 梯子要放下 梯子放下 我就趕快接啦 因為他以前最常跟我講的是 就是 我已經放台階給你了 你為什麼不接 然後所以現在有時候 我就會知道 他現在這個東西 女生有時候嫌台階還太短 沒有 台階排階 紅地坦 紅地坦 紅花瓣要傻 我們走要優雅一點 優雅一點 我台階太爛了 哈哈哈哈 好 因為小米 你們會為了排行程 這事情也蠻緊張的 對 其實這是在我們結婚的初期 是一個比較大的議題 在排行程這件事情上 是誰幫誰排 我幫他排 因為就是他是一個 就是比較浪漫個性的人 比如說剛剛講 交咖啡也是 然後對於他的時間的安排 當然一般平常工作 有經紀人在幫他安排 那但是有時候有人 比如說要找他討論什麼 房地產什麼事情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看一下 他就會大概看一下說 我明天有事不行 後天 或是 我後天不行 要禮拜五才可以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嗯 有事啊 有這麼忙嗎 對啊 就是聊 因為你可能要聊房地產 這投資機會 你要趕快聊啊 為什麼要排到禮拜五去 然後我就問他 然後他說 明天我要跟誰開會 我說那什麼時間 他說上午 我說那你明天下午 還可以約啊 對啊 他說喔 對喔 然後就再約這樣 對他而言 就是他明天有事 就只能做一件事 因為他的認知就是這樣子 老闆你的會是很緊湊的 我跟你講以前 這個這個 我的藝人工作 就是不是上班族 那以前可能一天 今天只有一個通告 我就覺得今天就這件事 剩的時間就是我的時間 就是 但是我有沒有是有 可是我不知道時間 還有那麼多 所以我就真的養成 我浪漫的希望 有可能忙起來 一天有四個通告 那我就知道今天有四個工作要做 嗯 那久而久之 我就養成習慣 明天辦一件事情 我就覺得 欸 有事喔 那我明天不行欸 那他就說 你怎麼會那麼怪呢 因為 你明明下午可以安排的事情 跟人家談事情 後來我就發覺 原來我 我真的不會安排的事情 還是你不喜歡那麼緊張 沒有 我也有一點點 不喜歡那麼 沒有 他那時候 我是過於喜歡 喜歡輕鬆 對 想不到那些了 對 然後後來他就是 因為有時候 因為你也知道我很需要安全感 那他就說 好 那以後 就是我們用那個 Google的形勢力 然後再 就是他就說 那你就把我的行程 譬如說 我們跟經紀人有一個群組 有什麼時候有工作 經紀人發給我 然後我就發給他 然後所以我的行事力上面 也會有他的行程 就是完全就是他的行程 那譬如說我知道 他上午有會 下午有會 那中間 中午這段時間 沒有跟人吃飯 那我就會知道說 他應該是在家裡 哇 所以你們密切知道 對方的一舉移動心 對 我知道他的 對 然後所以 我很透明 所以 然後那時候 所以我看到他這樣排 有時候我覺得 欸 這下午還可以拍什麼 那我就幫他塞事情 譬如說真的沒有 事情要忙 那你這段時間健身 然後這段時間坐臉 什麼之類 全部都把他排的 大概以兩個小時 為一個單位 在幫他排 當聽嗎 你喜歡嗎 我一開始的時候 從覺得說 欸 這樣好像蠻好的 因為我會可以做更多事 但你知道 你浪漫久了的人 突然間變得每天 有這麼多的事情安排下來 我就覺得我沒有辦法喘氣 我那樣喝咖啡 發現還要見兩個人 對 我就一直趕 我就真的會抓狂 我們曾經為了這個事情大吵 就是覺得說 天啊 我 我什麼都不想 我現在都到海邊 你叫我攤在那邊這樣 那五天我也覺得很爽 我就是不喜歡這樣子 每次吵架 他都是要去墾丁 墾丁 果然是旅遊行腳類 其實 還想要七號 對 我就喜歡那樣 但後來我發覺 沒有我們要砸到一個 磨合的中間 對啊 你做行腳 那你們這樣出去玩的話 會不會也是有 因為排行程的關係吵架 吵喔 因為他會安排行程 你一定會 對 好 對不對 我太太安排很多的行程 我讓他開旅行社 那種感覺 因為他喜歡把所有事情 都安排好 就訂好 在某一種程度裡面 他想控制每一個事情 就很精準不要出錯 是最完美 perfect 但是我卻不喜歡 進入到那個perfect裡面 我喜歡easy一點 就是說 什麼都不要安排 我們今天去闖闖看吧 哪裡有一個小巷弄裡面 那邊有家好吃的 好像有人在排隊 我喜歡這種行程 那對於 隨性的 隨性的 所以我們就會有衝突 但後來調整了這麼多的時間 我們現在有一個磨合期 就是說 好 我可以看到很好的秀 因為我太太知道買票 要訂票 不是很好餐廳 我太太會安排 可是整個下午的旅遊時間 沒有安排 就是要去哪裡 大區域 譬如說 這個時間就會表餐到 大區域 今天就寫表餐到三個字 時間還長一點 對 然後我就可以去闖了 我就覺得這樣還不錯 你本來不是這樣子嗎 他連表餐到哪一家店 哪一家店 我一直在哪裡 他都把你路線規劃好 Google線規劃好 行進路線規劃好 我就在那裡 什麼餐廳不可以漏掉 對啊 那表餐到什麼好吃的 小吃什麼什麼 全部都要去吃 就是磨合啦 這是很大的磨合跟妥協 但是蠻好 為什麼 因為我也看到不同的風景 其實我也不用這麼累 我說真的 其實那些還蠻累的 慢慢放輕鬆 其實你知道我規劃行程 當然我是希望對方開心 對 就是我們是希望說 都是希望彼此開心 整個你是開心的 你會覺得說 之後很順 然後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 玩到好玩 但是如果他也覺得很開心 那我當然覺得這樣也很好 我們都喜歡用自己喜歡的方式 來愛對方 不應該這樣子 有時候換一個方式 自己也輕鬆很多 對 何樂不為 另一方面是你的事業 竟然可以做到這樣一個成績 聽說你是從小白手起腳 電玩兒童開始的 對 我從小 因為我跟奶奶住 住在花蓮 對 因為我覺得玩遊戲是這樣子 其實當時 也是在鄉下的一個小孩 其實你在生活當中 也沒有特別愛會念書 所以你在生活當中找不到自信 然後那時候 有線上遊戲 十七時代 那時候剛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蠻好玩的 然後就跟我爸吵 在家就是裝電腦 但其實在那之前 其實已經開始在網咖 玩一些單機版的遊戲 所以對於這個遊戲 其實我可以在裡面找到快樂 比我在現實生活中還快樂 所以你可以在網咖裡面 拼命打遊戲那種 那後來是因為 就是出了很多遊戲 你是要跟很多人互動的 那可能需要守成 然後 那你在家連線很慢 這樣不行 所以你就一定要去網咖 因為網咖那時候才是寬品 家裡都是博結 所以當時就是會去網咖 然後 玩很久的時間 很久 以前看新聞都說什麼 整天不回家 晚上才回家 你可以玩多久 我大概就是會玩48小時 然後回家再睡24小時 差不多 然後就累了 就是趴下來睡一下 然後就開始網咖的人會說 欸 時間到了 然後我就要開始起來玩 因為那個有時候 你是要聚眾的 就是要約好一個時間 聽說你還從陽台 逃跑出去玩遊戲 對 那是在搬出去以前 就是那時候 還是要去網咖 對 然後我房間在二樓 二樓嘛 那樓下其實是 隔壁其實是一個平房 那我有陽台 那我就會 早上的時候 我就去搭好十階 就是十階 就是我要確定 我可以從無眼上爬下來 然後再爬回 早上再爬回去 阿嬤都以為你沒有出門 我從正門一定會被發現 從正門一定會被發現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 然後那個床會放一個人形的棉被 那阿嬤 阿嬤就是眼睛不太好 就有在睡覺 有的滾滾滾滾滾 對 阿嬤就哭起來 我覺得還沒被發現過 後來我爸知道這件事還滿錯愕的 因為我爸那時候都住台北 後來我就是開始講這件事的時候 他說居然還有這一段 哇 幸好阿嬤沒發現 沒有 大選擇 不然就少了一個遊戲CEO 你花了多時間在電玩上 那你後來還進到遊戲公司 從剛講最繼承客服開始 對 怎麼從客服做到CEO啊 是我們盟友有一個 有一個人他是開遊戲公司 對 然後他就說你要不要 你不要一直在便利商店打工 小米你要不要讓我們公司當GM 哇我聽到GM覺得說 哇塞 這超級厲害的一個工作 對啊 解釋一下 因為很多人聽不懂GM 其實 GN 總經理 不是 不是 GN就在裡面 其實他是線上克服 線上克服 對 但是對於玩家來講 GM很厲害 像神一樣 他就是會穿神裝 站在一個地方 然後呢 就還未開放任何武器跟裝備 他都有 而且甚至還會發光 然後他會飛 就是還會飛 沒有就是我們都只能用走的 然後他就是飛 好厲害的工作 GN我現在有問題要反映我什麼時候東西怎麼樣 他立刻飛到我面前 就覺得他就是神 就是遊戲裡面的神 然後我就覺得 哇到GM欸 我超想做這個工作的 就去他那個公司 飛來飛去 好神奇喔 我突然發現這工作就是每天有人說 就是個接線生 我現在裝備掉 對 就是一個接線生 飛來飛去穿神裝的接線生 沒有想不起GM 每天就一大多人在密你說 我現在裝備掉 我現在被卡在什麼地方 我來救你 一直在回覆這些事情 後來才知道 就是克服的一環 所以後來我當GM 就是在線上嘛 後來 當然有時候也要輪去接電話 電話克服 就大概做這個 大概做了四年 就在我朋友的公司 很扎實 你後來還減薪去做其他部門的工作 對 後來就覺得 後來就當主管以後 就想說 那這個也是有個 那我接下來要幹嘛 那因為克服嘛 其實是遊戲的 遊戲業比較基層的一個部分 所以那時候就想要 多了解遊戲產業 所以就想要去 譬如說測試組 遊戲測試組 那因為我本來已經是主管了 其實有主管家機 那時候大概兩萬八三萬吧 那你要去遊戲測試 你就要降薪 所以那時候自己降到兩萬三 就是又是從最基層的 又開始再往上 慢慢努力這樣子 哇塞 那你不會覺得挖減薪什麼的 這是它的優點嗎 它很願意學 當然也是還好嘛 就是 就是差幾千塊我覺得是還好 至少未來是你可以看到嘛 我就覺得說 那我這個我只是很基層啊 但是這個部門的主管 其實可能薪水更高 那這個就是我的目標 對 因為我在克服現在可能已經到了這樣子 那我從其他地方開始爬 我可以這樣子慢慢往上爬吧 對 這種階梯式的啦 不一定要直直上去啦 你願意下來再上去 對 那我可以多了解 那其實我都是透過這樣子 然後或是說換公司 然後就是開始了解 就所以遊戲這一塊 其實在每一個環節 其實我都有做 除了研發 因為我不是寫Coding 基本功都練好 你本來就設定目標 你要成為一個上跪公司的CEO嗎 沒有沒有 沒有 對 這不在計畫之內 其實沒有 後來是因為剛好有機會 就是後來我也去中國大陸 看了就是當時手遊 在蓬勃發展的那一段時間 後來就把手遊帶回台灣 然後也是剛好踩到一個很好的時間點